今年两会碳中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开幕式上的报告中提出 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扎实做好碳中和各项工作 那么其中中欧在绿色经济和能源中的合作尤为突出 大家好我是陈斌 在柏林带你了解欧洲时政 去年年末中国向世界承诺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 2060年实现碳中和 在12月的气候雄星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还首次表明了中国具体将采取的步骤 法国前财政部长艾德蒙·阿尔芳戴利 在接受我们专访的时候 就对中国的承诺提出了高度的评价 中国将在中国的财务变化 除了2016年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您的总统宣布 在2030年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从2005年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但是无疑是中国将成为这些目标 最欢迎的 今年2月1号 中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 对此艾德蒙就表示 给碳定价并一点一点提高它的价格 人们通过这种机制 在脱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不过我国能源结构的特点是 化石能源占比非常大 约为85% 这将是我国在实现能源转型中的一大难点 因此十四五期间完善相关立法工作 不仅可以提升和综合愿景 还有助于形成社会行动共识 中国的购买力量在中国 是推荐到2050年 基于2017年度的高度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挑战 所以每个挑战的挑战 是包括多数业业 多数个市场 这就是一个巨大挑战 中国的挑战 变化领域的全球化应对也将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一步 因为对碳排放来说在哪里无关紧要 对大气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一样的 而中欧便是在这方面国际合作的领军人物 早在2005年 双方就确定了在气候变化领域建立中欧伙伴关系 为中欧合作提供了高层对话的平台 其中碳排放交易合作尤其值得关注 从2014年到2017年间 欧盟与中国7个碳试点城市分享欧盟碳交易经验 2018年 双方在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上重申了对巴黎协定的承诺 并确定在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 气候和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的愿景 欧洲国家领导人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 曾积极评价中国在巴黎协定中的突出贡献 中欧其实也欢迎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美国便积极融入在这一领域的全球合作 弥补特朗普时期的缺憾 美国有一个地盟运动和国际合作 美国的国家联盟也在国际训练 美国的国际合作 我可以告诉你 中国和日本在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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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在那时 美国在上升级 美国在下跌级 这不当地时间周二 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就前往布鲁塞尔 会见了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表示欧盟和华盛顿需要保持一致 以应对气候变化 不过欧洲新闻网UACTIVE指出 短暂的新闻发布会 隐盖了欧盟和美国之间 气候外交的许多潜在问题 比如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 北溪二号管道项目 欧洲气候智库E3G的评论也指出 美欧可以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新引擎 但前提是大家要朝向同一个方向努力 目前美欧之间的气候外交 只是在原则上大力结盟 而不是在实践之中 我们中国和美国一起 应该与美国一起谈讨论 以为他们去承认国的国家市场 这三个主要求的国家 会是一种新闻的战争 在战争的战争 战争 战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